担心没有办法好好管理您的泰国房产 由我们协助您打理一切 您大可放心 在海外投资房产时 应保证物业能受到周全的管理 并为您带来高回报和未来的持续增值 Plus Property Care PPC 是一项物业管理服务 从过户后到出租 在投资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协助房产投资客户 房屋所有权转移后 过房屋暂无人居住 我们将每月检查一次房屋 包括检查家具家电和监督第三方服务 如房屋打扫 如在保修期间有房屋缺陷 我们会与房屋维修服务部门沟通进行修复 如已过了保修期 会根据您的预算和决定 与承包商协调完成工程 我们还会帮助您从零钱账户扣款 支付物业水电费 之后每个季度的费用报告和每半年的家具家电评估都会发送给您 如您想要出租房产 除了常规服务职责外 PPC还会全程协调整个租领过程 从准备市场广告资料 包括给房屋拍摄专业照片 并通过合作中介寻找合适租客 直到定价出租合同 房屋出租成功后 从搬入那天开始 我们便会跟租客保持沟通 直到租客搬出 为您带来便捷的出租体验 租客搬入时 我们能代表您协调以下事物 首先 检查您的房屋 确定房屋已经准备好迎接租客 第二 根据您的要求 协调购买和安装新家电 第三 找保健人员打扫房屋 第四 在租客搬入之日 PPC将做见证人 收集租赁合同 并录下房屋状况 此外 如果您需要 还可协助您跟进 每月租间的支付 当租客搬出时 我们能协助您 合并所有物业水电费 让租客结算金额 检查家具家电 适合完好 如若损坏 会做好记录 请注意以下事项 如需PPC工作人员 提供超出预定的检验 和第三方维修监督服务 则需支付额外费用 如需PPC工作人员 在租客搬出搬入之日 到公寓代表业主进行看查 也需要支付额外费用 当使用第三方服务时 如打草 修理和空调维护等 业主应负责所需费用 所有提及的服务 在PPC服务协议中 表明的有效期内 业主都可使用 如需了解更多 请联系PLUS房屋物业管理工作人员 或者发邮件 到POPTCARE atplus.co.th 将您的房产物业与管理需求 委托给上司瑞 享受无缝沟通 方便无忧的投资体验